1976年,这是毛主席人生的最后一年,此时的他已经日落西山,主席很清楚自己身体状况,他必须找到能接替他的人才行。 当时很多人都猜测,毛主席会将军权交给叶剑英元帅,但毛主席却并没有这样做,而是在临终前将军权交给了陈希莲,让他来主持军委的工作。 这个陈希莲到底是谁?毛主席为何如此信任他?百度一下陈希莲,了解更多相关信息。 1976年1月8日,国家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,在中南海的毛主席也得知了这个消息,他老人家悲痛不已,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差了,再也无法主持中央工作了。 毛主席经过思考,将中央工作交给了刚刚付出不久的邓小平,军队则交给了叶剑英元帅主持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四人帮怎么能甘心?他们每日里上蹿下跳,闹得中央不得安宁。 最终邓公和叶帅都受到了影响,无法再主持中央工作。 无奈之下,毛主席只好将中央的工作交给了华国锋手中,而军权则交给了陈希莲手中。 毛主席当时是这样说的,陈希莲从小参加革命,会打仗,带过兵团,带过炮兵,在国务院也有职务,就让他管一下吧。 主席的这一决定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测,尤其又是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,那么毛主席为何要将兵权交给陈希莲呢? 这就不得不谈一谈陈希莲的革命经历了。 熟知二爷历史的人都知道,陈希莲是刘邓大军的一员猛将,苏有二爷赵子龙之称。 他14岁参加红军,31岁成为年轻的纵队司令,40岁被授予开国上将,在一众年过五旬的将帅中,显得格外年轻。 建国后,他又先后担任过沈阳军区司令员,北京军区司令员,就连伟人也要管他教育生司令。 毛主席也是考虑到陈希莲既带过兵,又在地方和中央工作的经验,这才将军权交给他的。 但问题是,陈希莲虽有将帅制裁,但在军衔和党内的威望上,却是远不及叶剑英元帅的。 这也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,关于这一点,就连叶帅自己也想不明白,他还因此想隐退广州。 陈希莲得知这个消息后,连忙给叶帅打电话,劝说对方不能去广州。 可叶剑英却误以为陈希莲是怕他捣鬼,气愤的挂掉了电话。 直到毛主席去世后,陈希莲帮助华国锋和叶帅一起粉碎了四人帮,这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。 当然,也有人是从始至终都相信陈希莲的,他便是邓小平。 邓小平是陈希莲在二爷的老领导了。 在解放时期,陈希莲为二爷打下了不少胜仗。 邓小平说,无论是再硬的仗,只要是陈希莲出马,总能出其至胜,化险为夷。 因此邓公很喜欢这个手下,经常夸的能打仗是将才。 多年的相处让邓小平对这个手下的性格很是了解。 因此在有人怀疑陈希莲时,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,陈希莲没有野心,不会造反。 事实也证明了邓公的说法,在粉碎四人帮后,陈希莲将军权重新交给了叶帅。 而叶剑英这时才明白,原来毛主席没有将军权交给的,是对他的一种保护。 1980年,陈希莲响应邓小平的号召,向中央递交了辞职,辞去了自己在中央的一切职务。 卓尔进入了中央委,专门为年轻干部提供意见和帮助。 晚年的陈希莲依然关心着国家大小事情,他有一本记事册,专门摘录国内外的新闻,字里行间都是他对国家的担忧。 当年美军轰炸驻南联盟使馆,三名中国记者不幸牺牲,陈希莲得知后怒不可遏,一边流泪一边愤怒地说, 我虽然老了,但可以上战场。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,就在这件事不久后, 一向健康的陈希莲突然病逝,享年85岁。 陈希莲荣马医生,从军70载,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依然在为国家担忧,让我们向这位老将军致敬。 大家对陈希莲将军了解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,我们下期再会。